欢迎您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第397集 虽然方林可以用人来饲养圣甲虫 狂者却是叛军势力方面的人呢 还是有所顾忌的 但峡谷之城当中活着的生物除了人以外 最多的就是骆驼 在沙漠中 这种大型的动物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托货工具 还是肉食以及奶源的来源 甚至还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使用 所以这个精明的女人呢 就用骆驼来饲养自己携带来的圣甲虫母种 刻意的拖延了时间 在与雷者交战的时候 他突然间骑兵 控制住了自己的圣甲虫虫海 发动了突袭 雷者一干人等手上没有母虫 来控制圣甲虫虫海进行反击 顿时就吃了大亏了 而先前袭击方林他们那些灵光黑甲虫呢 就是被骆驼的血肉所喂养出来的圣甲虫 这些东西的母体在狂者的手上 那自然是不会听从方林的命令 只是方林的精神力是何等强大的 他用精神力搜索控制之下 听命于他手上的母虫的圆形圣甲虫 自然是匆匆赶过来护驾了 顿时就将方林等人呢 从困境当中解救了出来 此时 残阳若雪 在天边辉煌得是更加惨烂 乌云与暮色一起翻涌着 照耀着这个诡异而充满了血腥的城市 就像是文明与神秘做着最后的碰撞一般 方林一行人走出了阴暗潮湿的下水道 钻头望向了机场处涌现出来的浓浓的黑烟 耳中还可以听到那家巨型摇视垂直起 像强击击疲惫而缺乏油料的隐形 发出了巨大低沉的轰鸣声 那个声音就像一个巨人 在目睹自己的庄园被毁灭的时候 所发出的那种无助的哀鸣声 方林闭上了眼睛 搁了好一会儿 才脸色凝重地说道 累着他们竟然被打跑了 他们此时至少在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老胡皱着眉头说道 不是说无论胜负 最后大家都在清真广场会合的吗 方林淡淡地说道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们的实力衰竭得太厉害了 所以不敢来和我们会合了 林娜美女的嘴角微微上翘 累着他们的实力 竟然衰竭到害怕我们趁火打劫的地方 是在担心我们来个黑吃黑 所以才跑那么远 狂者当真有这么厉害 大家都是实强者 竟然可以将战尽先机的雷者 打得如此狼狈 方林微笑着说道 要要知道一杯水有多冷多热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喝上那么一口 要知道狂者究竟有多强 来一次正面交战就可以了 从塔利班和叛军逃走的路线来看 我们现在赶不去截住他们 应该还来得及 方林通常很少下断雨 但是他一旦下了断雨的时候 就表示着他具有相当大的把握了 所以在狂者按照任务要求 匆匆疗伤以后 也开始赶往那架巨型摇视强击击的路上的时候 转过街角以后就迎面撞上了一个人 一个长发遮掩 在夕阳的余晖里面 闭着眼睛微笑着的年轻人 他的神情温和 看起来有着牧师的千功与温良 将手按在胸前 微微地鞠了鞠躬 而他的身后 是滚滚若黑潮一般的圣甲虫 如同海啸一般席卷而来 方林率先用圣甲虫打头阵 便是要弄清楚 雷者这钢材究竟为什么要败 他的尝试果然收到了效果 从狂者的身后的废墟里面 也冲出了疯狂的灵光小圣甲虫海 两股先前已经邂逅过的黑潮 横撞在了一起 但胜败之势却是立即逆转了过来 这是因为数量 方林所控制的圆形大圣甲虫的繁殖时间 至少比旅者的妻子控制的灵光小圣甲虫 多出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使得方林控制的圣甲虫的数量 要多出了近三分之一 多出了这三分之一 并不只是数量上的三分之一这么简单 这就像是个体实力相当 但是数量并不对等的两方拼杀 甲方呢 只有一百人 乙方有六十人 那么一战以后 全奸敌方的甲方显然不会只剩下四十 至少他能够剩下八十个人 而雷者先前的败退呢 就在于他手上并没有母虫 无法控制的驱使身边的圣甲虫 一团散沙 当然不可能齐心合力的和对手对战了 但是方林却不一样 在他这个强力的精神力特长者的控制之下 甚至将挥下的圣甲虫打出了一些基本的包围合击之术 这是狂者的欺死也无法做到的 很快的 方林所控制的圣甲虫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一旦造势完成的话 狂者一方就会陷入进绝对尴尬的境地 而狂者现在想要破解掉眼前的恶劣局面 他继续的再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倒他 打倒面前这个神秘而飘逸的年轻人 碾碎他手中的母虫 用他的灵魂来祭祀自己的战斧 他紧握了手中的两把黄金巨斧 身为一突进破围而闻名的石墙者 有着两米以上的身材 古铜色的肌肤 巨卡的块状肌肉 若是古代希腊的角斗室那般 而一头金发飘扬在带着血腥味道的风中 看起来就有着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力 狂者微微地前倾下了身体 感觉就像是一头巨大健壮的公牛 低下了头喷着粗气 用粗大坚硬的蹄子扒着地面 而方林则也是微微地一向 伸出了左手 摇摇地对准了他 那种肃无忌惮 漫不经心的神情 看起来就像是已经拿捏住了对手的弱点 与灵魂 神像啊 狂者忽然间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方林一时之间也被他的话说得正了一阵 但就在这个时候 狂者的身影忽然间消失了 他所站立的地方 本来坚硬无比的调食地面 忽然间仿佛下面埋了炸弹的一般爆炸了开来 竟然被狂者是一踏而破 而狂者呢 就在瞬间已经冲到了方林的面前 他带着一股黑气扑击而来 施展了闪击技能 冲到了方林的面前 与之面贴面相对着 而狂者手里的两把黄金巨斧 已经由上至下的灵力斩制 而方林此时也是有备而来 他胸口梦眼印记的两只胸眼 红光一闪之后 光芒是直接刺入进了狂者的眼中 令得这个彪形大汗为之一定 而狂者此时的可怕可就体现出来了 明明梦眼印记提示方林了 对手陷入近长达五秒钟的眩晕状态 可是狂者只是略微的一顿 双腹就雷霆万军的斩了下去 在灿烂的牧羊里化作了一道金色的瀑布 只是对于叙事待发的老胡来说 精神冲击所带来的那一秒的迟钝 已经足够了 就在土石飞扬间 方林潇洒而立 他的身前已经冒出了一个魁梧的巨影 双手擒着盾牌 用力的向上格挡开去 而这一下 就是力量的碰撞 也是信念的争斗 举盾赢上了双腹 只听着当的一声金体骄明 炸成了无数的天国 当空其名 无从散去 互相的逼命着 汹涌的奔腾着 最终似是退朝一般 鸟鸟散去 站着矫静的方林 在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那间 也有着一种撕心裂肺的 极其难过的感觉 这就更不要说方圆三十米内的所有圣甲虫了 大多都被纷纷的巨大的余波给震死了 两把黄金巨斧在盾牌上 斩出了一条明显的裂痕 但终究呢 还是没有破盾而入 两个身躯同样魁梧的男人 就在空中坐着蛮力的僵持 同样是听到了 怒张的肌肉 强行挤破皮肤的声音 他们的肌肤上 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银灰色的金属一般 身躯上个别地方 腥红色的肌肉 甚至膨打的 已经撑破了表皮 体型比先前长大了数倍都不止 其眼中闪烁着残酷与疯狂的光芒 看得出来 两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但狂者这时候又以一种十分张硬的姿势 高高扬起了腹头来 既仿佛是中世纪时候的筷子手 那样坐着行刑前的一击 又想是一头在汪洋大海当中 烈石的巨鲨是破浪月初 张开了贪婪的巨口 先前的那一击 看似是平分秋色 但是狂者的回击速度 显然要比胡华豪快出一倍都不止 若是胡华豪孤身一人前来 那么肯定在狂者这一击之下难以幸免了 狂者的双斧又再次重重地落了下来 辉煌若金色瀑布的腐蚀 却被高速飞舞的荧光所阻挡 这正是林宁秀发动了八项发破 最初的五六道荧光完全是被视如破竹的一般给摧毁掉了 但是后面的荧光越发坚韧绵密 穿插在了黄金巨斧挥斩而出的轨迹上 狂者就觉得自己志在必得的斧头 似乎斩入进了一团粘稠韧密的交动当中 越向下挥去 反弹的力量也就越是举大 就这么一耽搁 胡华豪已经回过气来 一只大手已经神奇般地顺着斧面滑了过去 一把捏住了狂者的右手 被老胡这个已经转之为唐手家 抓红炮技能提升到等级四的变态来说 纵然狂者的变态称号技能 可以大幅度的消减被晕眩的时间 但是那个吸收技能就意味着 几方力量减五 他的力量加五 此消彼长之下 无论是谁也不敢轻视 打准了以后 老胡心中大喜 并想要发力施展摔头技 就算失败了 也有抓红炮作为辅助 一旦被抓红炮打中 吸收就能够发挥作用 不过 他只忽然间觉得手臂上一滑 竟然抓不住狂者粗大的手臂了 就像是狂者手臂上套了一个主管之类的东西 轻描淡写的滑脱了开去 原来 这是狂者隐藏在旁边的妻子 终于出手了 但是 他就这么一出手 立即就被方力所察觉 之所以先前雷者察觉不到这个女人方位的原因 是雷者的技能多以刚猛强烈为主 他对于精神力运用就侧重在了杀底上 他呢也就没有了方力那种阴柔持续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方力的仆人维索夫 也与狂者妻子是同一类型的 都是没有战斗力的全辅助类型 若说全面的战斗辅助技能 维索夫或许与狂者的老婆呀 还有较大的差距 可是若比在战场上选择安全的躲藏处 胆小怕死的伟索夫实在就胜出他太多太多了 在来此之前 方力已经让伟索夫指出了附近既能够掌控全局 又相当安全的隐蔽处 有七处 狂者被胡华豪拿捏住手腕 实在是可轻可重的危机了 而狂者的妻子也看出了这其中的关键 立即便忍耐不住出手帮忙了 而他这一露出丝毫的行迹来 鞋子里就有两发火箭筒破空轰了过去 虽然方力拿捏不到他的具体位置吧 但是得自叛军手中的这个阿型火箭导弹发射器 也是面覆盖伤害 嗖嗖 两发火箭弹在地上炸裂开来 沉烟泥漫间还有火焰升腾而起 卷席地面熊熊的燃烧着 而狂者的眼睛在此时 却一下子就红了 他大叫了一声 将手中的黄金双斧向着方宁头甩过来 却是被胡华豪直接挡开了 只是这一挡之下 老胡似乎也受了不清的伤势 挖的一口喷了口掀血出来 先前扛起了阿型火箭弹发射器 发出火箭弹的 乃是屠夫 他射出火箭弹以后 见没有将那个暗中的敌人击毙 马上哗啦一声甩出了血腥肉钩来 而这便是凭借着感觉而甩出的盲钩了 屠夫并不能看到那里有东西 但是却隐约地察觉到 而这一钩抛出去后应该是有所斩破 粗大的铁链 哗啦啦的发出了撞击的声响 似至一条黑色的巨蟒抽击而至 而狂者的闪烁技能还在冷却当中 他现在只能是高速的前扑 坚硬的石块地面在他的脚下 湿血飞扬 踏出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但是屠夫的钩子前端却已经诡异地在空气当中旋转扭曲着 似乎已经缠住了什么透明的东西 屠夫放声大响 将铁链一抽就要把钩到的东西跟凌空抽回来 屠夫身上的紫黑色毒气不断地生腾着 将铁链当中包裹的透明轮回者弄得现出身形来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是精明干练的女人 她虽然被屠夫控制住了 但是了情是冷静当中透露出了倔强 屠夫的毒气腐蚀肌骨疼痛难当 而他却咬着下唇不肯发出半点声音来 狂者缓缓地弯起了腰 方黎突然觉得 有那么一股子凶数的森龙气息扑面而来 在残阳的余晖下 击铃铃地打了一个寒颤 放了他 狂者面无表情地说道 也可以开出你的条件来 方黎的目光 却一直停留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 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颇有些特殊的存在 但是方黎身为精神力特长者 感觉却十分的敏锐 这觉得他给自己的感受既是不似轮回者 又不像是剧情人物 反倒是像是二者的混合体 他能够复活 方黎这时候忽然间答非所问地来了这么一句 不过听了方黎这一句话之后 无论狂者还是那个女人 都惊异地忘了他一眼 此时屠夫已经将女人押送了过来 方黎微笑着 用左手轻轻地碾弄着 她那顺滑浓黑的头发 狂者刚刚想要怒喝呢 忽然间一缕蓝色的火焰 顺着方黎的手指窜了上去 将这个女人的一缕长发化为了灰激 狂者的脸庞顿时就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她喝嘛的言语 立即也就耿在了咽喉当中 可是 那个女人也在此时迅速地将自身的一个被动属性 设置为了展览状态 契约 生死相随 签定契约者 将自身的大部分属性 都转移到指定人物的身上 签订契约者将完全依附于契约人存在 若签订契约者死亡 指定人物将会获得攻击力移动速度 全属性提升35%的加成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